他现在讲说要继续开发一套符合美国政府规定 为中国量身打造的高端晶片新产品 这是什么意思啊 感觉上他还是希望不要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 但是他到底会怎么做 雷蒙多讲的话他会照做吗 其实他的这一个晶片已经设计好了 然后现在正在 已经是由美国商务部正在审查 到底能不能够让他放行 然后消往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一次雷蒙多展现了一个重要的态度 就是他就是要掐死NVIDIA的中国市场 他其实不只是要口头说说而已 看起来是要掐死的 那么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大陆的AI发展 然后去限制AI晶片消往中国大陆 其实去年就开始了 当他定了第一套说 这一些规格的晶片不可以消往中国大陆之后 那个时候黄仁星这边就推出了他们的降规版的 特工的这些晶片给中国大陆 而因为NVIDIA闯关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英特尔也提出了降规版的 就大家都开始使用这一套方法 就是变通嘛 对你这个规格不行 那我这个规格以下一点点应该可以嘛 虽然没有那么的好用 但是呢其实也相当的不错 那黄仁星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呢对于他自己的整个的板块的发展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可是呢今年因为 其实这里面其实还是跟华为的突破 是有很大的关系 华为突破这件事情 让美国内部出现了极大的政治压力 拜登要竞选连任 共和党这边虎视眈眈 所以他商务部一定要表现出一个态度 就是我掐死你为止 那掐死的方法是什么呢 哪怕是掐死了我自己的企业都在所不行 所以今年十月呢 他的那个三百多页的最新一套的管制 其实很多这些专业的人士 他们说他们都看不懂 因为这里面好像感觉上藏了太多的猫力 你要知道里面有一句话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NVIDIA大概没有办法再提供降规版的晶片了 他里面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说你今天要按照我们的规格 然后呢提出一个降一级的这些产品 然后提供给中国大陆的话 要经过我同意 所以不是说你符合规定就可以销往中国大陆 就算你符合规定也要看我愿不愿意 雷蒙多奇就在传达这个很强硬的态度 就我所知道其实在上个月 那么降规版的晶片早就已经设计好了 本来是NVIDIA就已经通知中国大陆的 所有的相关的厂商 11月中旬就要开始供应了 结果到现在 拖到现在了 半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NVIDIA最新通知中国大陆相关产商 说可能要拖到明年3月 那雷蒙多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根本不会过 我根本就不会让你去 那可是NVIDIA这一次呢 他也很聪明 他说如果我不能去的话 我告诉你 华为就取代我了 那华为就崛起了 华为现在在AI晶片上面的进展 已经是我NVIDIA很大的一个对手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不让我去的话 那么华为就会独占那个市场 就是你雷蒙多要的吗 是 他现在要用华为来威胁雷蒙多 我们就看他们彼此之间 谁威胁会成功 对于NVIDIA来讲 当然他现在全世界热卖 理论上来讲 他就算缺了中国大陆这块市场 并不会妨碍他的成长 但是他有两件事情 对他来讲 他是没有办法忍受 失去中国大陆的市场的 第一个是呢 因为中国大陆在 AI晶片这个市场上 占全世界至少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 这一个市场量 如果说我失去了这一块 那么对于我的整个的 营收获利的表现 其实会有影响 那这个领域里头 它的竞争速度是非常大的 我必须要不断的创造利润 然后接着我就投入新的研发 然后接着再往前推进 让后面的人完全追赶不及 我能够真正的遥遥领先 这个遥遥领先并不是口头说的 而且我真的要有获利 我才能够让我自己遥遥领先 那第二个部分是 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 你一定要跟着市场一起合作 然后才知道说 市场现在可能需求 有做哪一些调整 你就很快的配合它去做调整 半导体是要这样子的合作 不是说我技术很好 市场就会接受我 No 我一定要跟市场不断的合作 中国大陆是一个最多变的市场 是一个最快速的市场 如果我不跟中国大陆合作的话 我可能速度转变的速度 就没有那么的快 这是NVIDIA非要不可的原因 可是我觉得恐怕 就算NVIDIA拿出华为来要挟雷蒙多 雷蒙多恐怕也不会就范 因为他只要让华为再推出一个突破性的产品的话 那拜登就不用凶了 对 你看然后这个雷蒙多现在也都在盯着看 看来看去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 他们的高级的官员拿的都是什么 都是华为的手机 比方说拉夫罗夫 俄国的这位官员拿的P60 Pro 看了应该是气死了吧 气坏了吧 好 不过杨老师很快要请教一下 这个南美洲现在我们看到是委内瑞拉 现在是怎样 要对盖雅娜这边开始要动手吗 是要去抢那里的石油资源吗 那这里是美国会怎么做 美国会紧张吗 老师 其实很清楚了 它那个主权的这个纷争 我们就不讲它了 各说各有理 它要把那一块 以及从那块延伸出去在海域上的这个油 据说有130亿桶的这个储藏量 而且是美孚Exxon 已经都把它签下来 当然是跟这个盖雅娜签的 那现在呢 委内瑞拉要把它给拿下来 那现在大家就看到底 这个事情会怎么样的发展 它不是要把 你整块如果陆地拿下来的话 基本上盖雅娜拿掉三分之二 但它重点其实是要靠海域的那一块 所以不知道它到底 这个会占领怎么样的 用怎么样的方式占领 占领多少 以及它最终的目的 是不是真的只要油 这个土地等等之类 那因为这个油跟海域 是随着这个土地的延伸而来的 然后呢 之后你又如何去跟Exxon Exxon是美国企业嘛 对不对 那跟盖雅娜签的这个约 美国政府是怎么去介入 这些问题都会变得很复杂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